球场风云多变化,精彩赛事抢先说 大家好,我是球老师 在正文开始前麻烦大家点赞,订阅 谢谢大家 勇士虐虐军,防守无解,水花轰66分 顾名家展价值,卢尼杀死比赛 北京时间12月11号勇士和凯尔特人的比赛 这场比赛勇士基本上都保持比分上的优势 当然莫杰凯尔特人一度打出了一些有效的高潮 然而罚球连续没进,断送了节奏 就此勇士123比107战胜凯尔特人 而在今天,勇士防守端的展现确实太误解了 他们就是打出了本赛季最强的一场比赛 全队轮换非常快,而且通过防守来打反击 这也是为什么勇士全场比赛都占据优势的关键 更加关键的是,他们有效限制了塔图姆 莫杰根本无法站出来,完全迷失自我了 当然在进攻端,勇士也打出了足够的侵略性 光是库里和汤普森,他们两个合力砍下了66分 而且三分命中率还非常精准 不过汤普森下半场并没有怎么发挥 因为他在上半场就获得了24分 然而下半场就得到10分 库里则在下半场完成暴走 也算是蓄上火力了 当这两个人一起暴走的情况下 勇士确实强势 最大的惊喜还是库明家 比赛中库明家居然直接隔扣塔图姆 这是一个让人惊喜的画面 打得非常强硬 甚至在攻守两端 库明家也给予了足够的统治力 进攻端库明家助攻和得分都有 防守端库明家就是全队最好的球员之一 现在来看 库明家越来越出色了 他也不用担心无缘轮换了 普尔依然是一大麻烦 虽然看上去砍下了20分 然而他的投篮命中率也就16中5 而且3分9中1 效率非常糟糕 防守端普尔也很制约球队 反正只要他进攻端 无法保持稳定的效率 那么他在球场上基本上就是副作用 这已经非常明确了 卢尼今天完全展现了价值 在球场上又高又硬 甚至在莫杰凯尔特人 不断打出气势的情况下 他一头一帽一传 个人一波流帮助球队锁定胜局 全场卢尼四中三 砍下7加15加3的数据 很是亮眼 接下来 勇士将开启本赛季的第二次东部连续课场之旅 他们又连续6个课场 对手分别是雄鹿 步行者 76人 朦胧 尼克斯以及狼王 除了尼克斯之外 基于5支球队全部都是身处季后赛行列的球队 NBA球队建立对内凝聚力 连续的课场是最好的机会 此前的东部连续课场比赛 勇士在面对一众弱旅的情况下 没有打出令人幸福的战绩 如今面对一众强队 这是勇士将迎来的又一个考验 战胜凯尔特人之后 勇士后卫库里谈到这场胜利时 他显得有些轻描淡写 当被问到这场胜利意味着什么时 库里如此回应 这意味着我们的胜率来到了50%以上 确实对于勇士来说 虽然这场比赛的胜利可以提升球队士气 但总体而言 这不过是一场普通的常规赛胜利罢了 赛季现在还只是进行到了三分之一 他们有着非常远大的目标 本场比赛 库里的表现非常出色 他在38分钟的出场时间内投篮21中12 其中3分11中6 在高压防守下 库里砍下了32分6篮板7主攻 他的在场正负值达到了全场最高的加20 除了库里之外 另一名水花兄弟克莱同样拿出了顶级的表现 克莱虽然效率没有库里那么高 不过他也有26中14的效率 三分先败11中4 个人拿到了34分5篮板2抢端1盖帽 在维金斯无法出场的情况下 克莱承担起了主防塔图姆的任务 凭借着克莱的防守 塔图姆本场比赛只有21中6的效率 三分更是只有9中2 当然了 很明显可以看出 塔图姆的心态还是出了一些问题 绿军给人一种被勇士血脉压制的感觉 似乎总决赛输球的阴影还没有散去 不管两支球队本赛季的状态差距如何 一旦遇到 绿军就给人一种心绪 空位投不进的感觉 对于勇士而言 这段时间 他们最大的发现是库明嘉 在维金斯不打的情况下 库明嘉承担了一部分维金斯的任务 他本场比赛在22分钟的出场时间内 拿到了14分5篮板3助攻 由肖命众率达到了72% 上一场输给爵士的比赛 库明嘉拿到了24分5篮板4助攻 他已经连续三场比赛得分上双了 如果库明嘉可以成长起来 勇士的风险实力会进一步得到提升 对于勇士而言 这比赢球更加关键 勇士123-107绿军 可怕的不是赢球 而是库里赛后这番话 在今天结束的一场常规赛中 勇士以123-107立刻绿军 此以为金斯缺阵 作为总决赛交手的两支球队 本以为过程会非常精彩 没想到绿军显得有些不堪一击 大部分时间都是勇士保持领先 末节绿军努力缩小了分叉 结果库里和汤普森先后发力 比赛瞬间就失去了悬念 数据方面 库里32分6篮板7助攻4失误 汤普森34分5篮板2助攻2抢断 普尔20分3篮板4助攻2失误 卢尼7分15篮板2盖茂 追梦格林11分4篮板2助攻3失误 倘若维金斯出战 或许比赛早早就会失去悬念 纵观全场来看 此一是典型的水花兄弟齐发力 最终击溃了对手 像极了15-16赛季的勇士 上一场输给爵士 汤普森打得不是很好 主要表现在出手数多 失误频繁 另外就是执着于个人担打 导致很多回合出手不合理 而这次对阵绿军 实际上汤普森并没有太多改变 从首截开始他就一直在出手 也有众多的担打 不同之处在于汤普森手感复苏 怎么投怎么有 首截和次截都得到12分 下半场也能命中投篮 所以我们可以下结论了 勇士不怕汤普森乱打 只要你手感在线 那么出手再多也没事 绿军主要输在了防守 糟糕和塔图姆状态低迷这两点 实际上勇士很多三分出手 都是空位机会 绿军防守端交流做得不好 总是漏人 当库里和汤普森都在得分时 绿军显得有些故此失彼 这还是没有维金斯的情况下 否则再多一个得分手 绿军会更加危险 至于塔图姆 再次碰到仇敌勇士 则是显得无所适从 或许是因为练了几个月 对抗维金斯的打法 上场一看嘴哥压根不在 人麻了不会打了 而布朗则是发挥出色 得到31分9篮板 布罗格登也多次站出来止血 无奈带不动塔图谋 据统计 绿军此前对阵西部球队7胜0负 今日输给勇士吞手败 比赛结束后库里接受了采访 谈到本场胜利时他说道 我们证明了自己可以在和联盟 最佳的对决中打出高水平 大家要继续团结一支一场一场大 这是场伟大的胜利 我们捍卫了主场 接下来是客场之旅了 库里的意思不言而喻 他认为勇士具备击败任何强队的实力 这番话让29队感到害怕 谈到汤普森的表现时 库里则表示 克莱为如今篮球比赛中的投射 设立了很高的标准 这非常棒 只要得到了好的出手机会 他就是有信心能把球投进 看得出来 库里认为汤普森就是顶级射手 只要有好的机会 就能命中投篮 汤普森采访期间谈到了自己主防塔图姆 他说道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珍惜 在场上防守和竞争的机会 当你面对最好的球员时 你的比赛表现通常会反映出这一点 谈到本赛季勇士战绩起伏不定时 汤普森表示 逆境对于一支球队来讲是最好的东西 我们赛季初就遇到了逆境 我们队里很多球员都是靠那些唱反调的人 或者那些说你做不到某事的人取得进步的 我想我们现在走上了正轨 但还有很多比赛要打 这番话很好理解 汤普森认为勇士赛季出战绩糟糕是好事 因为能及时发现问题所在 同时 汤普森也表示勇士已经步入正轨 更值得关注的是著名篮球解说员 王蒙赛后的言论 他认为勇士虽然排名不高 暴露出了很多问题 但依然是西部最有可能打进总决赛的球队 理由是库里打出了MVP级别的表现 不得不说 王蒙的言论确实能够反映出勇士的强大 毕竟总冠军底蕴摆在了这里 而且库里和维金斯发挥稳定 汤普森和普尔也在逐渐复苏中 勇士还有提升空间 接下来 勇士将会迎来六连克 对手分别是雄鹿 不行者 其实六人 朦龙 尼克斯和狼王 期待他们能迎来一波连胜 好了 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 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